大家好 我们进入到2.2.6 也就是2.2数据结构中的最后一个小的部分 讨论一下列表 从定义角度来讲的话 列表在这里给大家总成立的就是一些对象 所谓的一些对象就是不限制这些对象是什么类型的成 或者是一些成分我们叫做components 对象就是object对于这些的有序集合 注意这里面的关键字是有序 所以对于列表来讲 它不是像集合一样 是一个无序的 在列表中你是可以通过 就是索引值去指定出来 列表中的某一个对象的或者某一个成分 列表允许你整合若干对象到单个对象名下 所以就是 这列表可以说是在数据结构的这一个小章节中 到目前为止最为灵活的一个数据结构 它对于你放到列表中的对象 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类型的限制 就是像因子一样 因子我们引入了一个叫做factor的这样的函数 列表就是通过list这个函数去进行创建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列表在我们这种RStudio中的一些演示 当然最开始我们先通过cat双引号斜杠014来进行清评 mylist用这样的复制复号 然后后面跟一个list函数名 后面就可以加入你所要加入的这些object 同时你也可以给列表中的对象进行命名 你可以给它前面加上类似于label的样子 我们通过这个2.7这个清单来进行一下演示 所以首先我们是ghjk 是四种可以看到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了 g我们复制只是一个字符形变量 所以是用一个双引号出来的myforstlist 其实字符形变量你是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字符形的数字 我来看的就是说我说三这个时候当然是引不出来 因为它只是单个的 所以我说一就是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只有一个呃呃元素的数字 然后我们在这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 并不能像其他语言一样 针对这个字符形数字 你可以再去引入它里面的某一个字符 我们继续 所以h给出来的是一个向量 是一个数值形向量 25 26 18 39 所以h可以看到是一维的向量 j我们给出来的是一个矩阵 metrics 所以是1到10的范围 然后n row就是行数为5 所以这样的话每列应该就是2 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出来 第一列有5个值 第二列有5个值 然后它是按照列这样去进行排列 12345 然后6 7 8 9 10 然后再说我们的k k给出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向量 是字符形的 h是数值形的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k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定义mylist 当然是说在这边 你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你用开模的方式 l打写 然后等于list list是要小写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g 我们给出一个title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名称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g是什么了 然后这个h像是一个h 所以就是h等于h 我就不用这个复数了 因为它是对于每一个人的h就是一个单数 jk我是没有什么命名了 所以我现在直接定义出来 mylist 可以看到回车以后我们得到的就是首先它是把title放在因为它是第一个就是对象 它只有单个一个字符字符串了 然后h是第二个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是用这个dollar加上了我们给出来的这个名称也就是name 如果我们给了name的话就是这样的没有给name的话就用序号 比如说我现在是mylist 我想输出第二个那我就是用2来表示我就能够输出这个age 我也可以就是mylist dollarage 你可以输入dollar的时候 你看着它已经把你有名称的它就给你去展示出来了 同时你还可以用第三种方式就是在这给出这个引号age 你也可以去列写出来 所以如果你对于一个有名称的对象你是可以用三种方式去进行引用的 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同样也可以有命名的部分用这个dollar 列表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结构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列表允许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组织和重新调用不相干的数据结构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个mylist中的四种数据结构其实之间的首先类型全都不一样 第二的话就是他们没有什么这个相关性 第二就是而函数的运行结果都是以列表的形式返回的 所以就是我们熟悉列表的结构 熟悉怎么去调用列表的里面的对象 对于我们去处理返回值 返回的数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然后在这边的话 在结束这个视频之前有这样的三个就是提醒给大家的注意事项 一个是对象名称中的据点没有特殊含义 但是dollar可以看到dollar是有含义的 dollar其实就像是就是我们去引用到某一个序列号 所以就在这边的话 a dollar x对于这个数据框a来讲的话就是引出它的变量x 然后r没有多行注视的功能 所以你必须用这个警号去做一行一行的注视 然后第三个是将一个值付给某个向量 矩阵数组列表中一个不存在的元素 r就会自动扩展这个数值结构 这个我们要特意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当我们rx在这边大家也是自己去感受一下 给出一个字符形向量864 所以这个字符形向量可以看到它是3 就是维度是1 但是它的就是我们叫做它的长度是3 可以看到是1 2 3 当然你也可以去引用 我用rx2我就可以得到第二个元素 但是如果我想用rx8 它会给出一个na就是not value 但是如果我现在进行复值 比如我现在就说rx9了 我现在给它复值成10 现在你可以再去看rx 它会在第9个值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rx已经变成了一个长度为9的E为向量 它会把10你的这个值按照你的要求付给第9个值 但是前面因为你没有给它定义 所以从第4到第8这5个值它就会自动扩展 同时付给它们这个空值 所以在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你一定要注意到你的这个向量的边界值 就像我们上一个那个视频中讨论的就是那个疾病的数据框 如果所有的这个你的每一个那个就是变量都是4 长度为4 你不小心付给了某一个这个向量到了 比如说到不小心给了rx9等于一个值 那单独这个向量它就会扩充成长度为9 当你去想去做图的时候 你就会潜在的碰到是说可能rx轴只有4个值 y轴你现在扩成了9个值 但是很遗憾从第5到第8个值它都是空值 这个首先导致你可能做图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然后数值上也会造成错误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你要给一个向量进行重新复值的时候 而不是在它初始化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 首先你可以去在这边的这个环境变量中 你去查询一下这个rx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看通过这个就是structure x 你也可以那个调取到这个环境变量的这个信息 所以在这边你会清楚的看到是说一个数值型长度为9的一维线量 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原来其实它是一个长度为3的 是因为我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复值 导致它自动被扩展成9长度为9 而这个操作在r中并不是一个错误操作 所以它是被允许的 但是如果这个并不是你的就是期望的操作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难从debug或者是刷拨数件的时候 快速的找出来这个问题 当然是说你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习惯 在你定义一个新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像我一样 当我给出来某一个值初始化以后的话 我很快的话我就先去打印这个变量值 然后我去看一下这个变量值是不是我复值的这些 因为如果你其实不是你intention要去做到这个x9 你一看到这边突然出现了若干个NA 那可能在这一个点上面的话 你就要及时的做一些数值上的调整 当然是说你也可以用这个structurex去看到它的结构 那可能就会更加的清晰 让你能够去提早的做一些问题的规避 所以这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第二章的2.2的六个部分 希望包括我们把这个scalar就是标量我们补充成这个第零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讲了七种不同方式的数据结构 从下一个视频来讲开始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2.3 讨论不同方式的数据输入 希望到时候再见 谢谢大家 也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或者给我发送电子邮件 拜拜 拜拜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